各位同學和朋友 我們開始談談投考特許工程師 或者註冊工程師的一個面試的流程 我們叫第37課的issue5 通常問的問題是第5條的問題 我們就談談這個情況 首先提醒大家就是我們香港知識工場園 我是Dr.Guan 如果有問題的話 包括你的career或者考試課程的問題 你都可以發電話給我們的學校 就是65286900 或者你想更詳細的問題的話 就去大碼26871208 我們就開始談談今天的談話 今天談談談談談談的過程 很多學生都會問這個問題 或者很多準備考試的同學 朋友都是想問這個問題 流程是怎樣呢 實際上流程有很多種 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但是每個學會都可能有不同的情況 但是我們初步說一下大概正常的流程是怎樣 你說1988年我去考的時候 跟現在又很不同 跟2000年你考的時候又不同 到現在2024年考試的情況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變化很大 說到1988年的時候 如果1988年我們考的時候 基本上考兩個至三個小時 很密 問得很長 很仔細很深入地問 還有就是 當時就沒有什麼 什麼introduction 或者是這樣的 presentation 沒有的 也都不會用那個 什麼core competence 只要你坐在那裡 他就開始問你 好像考牌 我考官 兩個至三小時 我最記得 我考了三個學會 三個學會 都是這樣的時間 好 現在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很簡單地 第一次就是 你會發現 大部分的 interview的學會 都會是 流程都是這樣的 第一次就是 有一個簡單的 introduction 或者是一個 presentation 那視乎你考哪個學會 第二部分 就會開始問你 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技術性的問題 技術性的問題 不一定 不過多數是這樣 我覺得90%的情況是這樣 接著呢 他會再問一些 補充性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叫做 core competence 的question competence 的question 因為現在改變了 跟以前我們考的時候 是有不同的 以前呢 任他問 他什麼都可以問 問你 Leadership 或者問你一些 technical 或者問你一些 如何處理問題的情況 那 第四部分 大部分的學會 都會根據這個 流程這樣做 OK 一二三四 當然中間有些變化體 就是在technical question 或者core competence question 裡面之間呢 它們會加插一些 follow up question 我們叫它 繼續問下去 那個題目 就是他覺得你答得 你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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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仔細 或者你答得 你答的東西 比較太過 Generic 一般性 那可能他問一些 深入的問題 或者叫做follow up question 那麼 我們先講講整個流程 首先就是 有些學會 只是要求你 簡介一下 講一下自己 兩分鐘 簡介自己 你去見工也是這樣 其實 那個流程跟見工差不多 有些學會 要求你 就是講兩分鐘 介紹你自己 他想知道你 學歷啊 你的工作經驗啊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就講一下 其實這個兩分鐘呢 是 給他呢 就是想 了解你自己的 understand 你的自己的情況 了解一下你的背景啊 或者是 想知道更多你的事情 或者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想你 鎮定一下 讓你 calm down一下 讓你說些話 讓你不用這麼害怕 先 calm down 這是正常的這個做法 我們做interviewers 都會做這個動作 令到那個 candidate 是比較 鎮定 因為 對你說不公平 如果嚇到你 是不是不公平 但是有些 就是要求你15-20分鐘的 presentation 這種的做法有點不同 有些學會要求你15-20分鐘的 presentation呢 他的目的呢 其實是想你 跟蹤他那個 最新的要求 最新的要求呢 就是你要將你的 core competence 的東西呢 是 講一講 那他也是作為一個 introduction 了解你多些 也是 calm down 所以你不需要太擔心 那 當然也有些情況 他在你說的core competence 這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講的那17個 或者15個 或者20個 都好呢 他會在中間 會放一些東西來問你 或者是你說完之後 他再問你 看看他 當時的那個做法 是怎樣 那麼他可能會要求你 講一講你想他怎樣做 是吧 那麼這種呢 壓力大 為什麼呢 一路講的時候呢 那麼他要 評論你的core competence 是吧 那麼可能呢 他會 也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他 你一路講一路問 一種就是你講完才問 那麼多人講完才問呢 就好一點 就不需要你 給他折折折折 或者你害怕 但是這種呢 就會比較 壓力大一點 還有呢 他會了解你多一點 對嗎 那麼這一種就不是 你講了自己 那開始的第二步 就跳進一個technical question 那麼這個就不是 這個就是他講了 你講了一個core competence 的東西呢 他可能會有些follow up question 或者開始問一些technical的東西 你present他都會問 或者你present他都會問 但是那個道理差不多一樣 就是這樣 就是根據那個technical question 或者在你的case 某個個case 他就在這個core competence 的presentation裡面 會問一些core competence 的東西 但也都包含了 有rq 我們叫做technical question 所以兩種的做法 那你說哪種好呢 沒有分好還是不好 看那個學會的要求 有特會就首先講了這個 兩分鐘的introduction 有特會就不是你說 15至40分鐘的一些presentation 了解你多一點 然後跟著呢 他就會馬上問 或者是之後才問 OK 但無論如何呢 你都會經過這個流程 就像introduction或者presentation 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還有一些是叫做core competence 的question core competence 就是那些leadership 啊 這個professional conduct 啊 這個work planning 啊 program planning 或者是一些 innovation 之類的東西 看這個core competence 的question 就會知道了 如果你不明白就可以找回學校 好 那最後呢 完了之後 你會問你 哎 你有沒有問題想問我們啊 或者有什麼想credify啊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給你最後呢 是一個 通知你 差不多去問完了 其實是一個signal 來一個訊號 那這裡也都有一個 大概的時間 通常這個呢 就是兩分鐘 或者是好像這個case 那樣呢 給你15分鐘 20分鐘去 那些技術上的問題 或者call competence的問題 大概呢 會在30分鐘之內 至45分鐘左右 啊 很少會去到60分鐘那麼長 啊 就是現在你很幸福 因為我以前問 兩個小時至三分鐘 就問到 覺得本意為止 那你不懂的東西 就 基本上吐出來 但這不是嘛 你30 45 65分鐘很快 那最後一定會給你 兩分鐘左右 你問 哎 你有沒有東西想問我們 有沒有東西想補充 或者有沒有東西想補充 補充 補充 那整個流程呢 就是你會發覺 兩分鐘至15分鐘 那如果兩分鐘的 那這裡就多些了 是不是 很簡單 那如果他給你 補充15分鐘 那這裡就少一點 是不是 時間短一點 大概呢 你會發覺呢 通常都是在 45分鐘 至到60分鐘之內 那個interview process 就會完 就不像我們以前的 譬如 兩個至三個小時 我三個學會 差不多這樣的時間 沒辦法 八百年的時候 那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就要在這 45至6分鐘裏面 盡量去表現自己 為什麼做得更加好呢 當然你參考我們的課程 我們會說 很多人想抄襲我 但也不能抄襲 他沒有做過這個 interviewers 或者principal interviewers 或者教育這麼多的成功學生 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現在現在有 經學學校 培訓考學生成功率 成功的學生總共是110個 成功率大概達到80%至85%以上 那沒有說100%的 我們都沒有試過有100%合格 最近這兩三年都是80%至80% 那其實就很高了 那 你看看吧 那如果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那 你如果想知道更加多一點的 了解更多一點的 你找回學校 我給你們看一下 再看一次 學校就是在說這個 香港知識工作院 還有就是 我們的服務是全包含整個大區 那如果你有問題 你又不想太過表露自己 你就打WhatsApp給我們 我們一樣回答你 那如果你想了解多一點 就參加我們的課程 或者打發給我們 好嗎 好 那我們在這裏停一停 那如果有問題的 不要客氣 不論你如何的想法都好 我們都會盡量幫助你 好 我們在這裏停一停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會說更加精彩些 OK 拜拜 謝謝 謝謝 印譽 那 再見 感谢观看